夜沉文言连忙看过去,只见遮天磨地的脸色凝重到极点,目光死死盯着不远处的一面墙壁。 随即夜沉便看向墙壁,只是这一看,他的目光也陡然凝固。墙壁之上,一杆散发着毁灭气息黑光流逸的长枪死死定在墙上,而在枪尖上还扎着一个死不明目的身影。 这身影瞪大的眼睛之中还满是震怒和不可置信,显然他死前发生了什么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。 而这道身影正是死门的守护者,那名实力深不可测的老者。 是谁杀了他?夜沉心中感到无比震惊,这老者实力强悍无比,他都看不透,可如今竟然死在了这里,很显然有无上的存在出手了。 不清楚,这天摩地面色凝重地摇摇头,目光却看向四周,硝烟弥漫的死亡古城散发着一股毁灭的气息。 死亡古城的位置彻底暴露了。 君墨这时看着天穷开口说道,文言也趁二人抬头看去。 原本死亡古城是被无尽死亡气息所笼罩的,位置也是随时变化的。 整个关于九死之境的一切都是如同烟雨般飘渺,世人很难捕捉到踪迹。 但是此刻无穷无尽的死亡之气却消失了,天穷之上也不再是灰败的色彩,反而是浩瀚的无边星海。 这代表着死亡古城暴露在星空之下,它的位置不再随时转换,很可能有关九死之境的一切都被打破了,不再具备虚无缥缈的特质。 夜晨三人刚刚意识到这一点,不远处的天穷却陡然传来了一声声乍响,夜晨眉头微皱,冷然看过去。 远处天际,一道道恢弘狂暴的气息炸裂苍穹,树道身影正飞顿而来。 夜晨目光冷然,前来之人的实力都非同小可,浩荡的鸿蒙之气环绕周身,一看便是补天镜的强者。 这几名补天镜显然是冲着夜晨三人来的,不过并没有展现出什么敌意,夜晨三人也稍稍放松了些。 一行四人,三名补天镜一层天,一名圣祖镜九层天,实力都算不俗,身上穿着神盲璀璨的衣衫,看上去像是冥门望族中的人。 诶,怎么还有天神镜的小子在这里? 这四人靠近之后,其中一位身穿红色披风的男子看到夜晨愣了一下,诧异地开口说道,天神镜? 闻言,其余三人也是遗症,随即都发现了夜晨面容古怪起来。 这死亡古城突然现世,引来无数强者,甚至有无上存在的传承者前来,爆发了惊世大战。 战斗可怕到了极致,简直毁天密地,无数强者陨落,这样的情况下,怎么还敢有天神镜的小子前来? 随后这四人看到夜晨身边的遮天魔地顿时恍然,猜测是遮天魔地带夜晨过来见见世面,开开眼界。 与此同时,这四人也看到了君墨,不由地露出笑容变得十分客气。 君墨少爷,你怎么也在这里? 四人中为首的青山男子抱着长剑拱手笑道,看样子君墨在狱外似乎有些名声,这些人都认识的。 华丰兄,君墨看了看对方,并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,反而好奇地开口问道,这里发生了什么?你们怎么过来了? 君墨少爷有所不知,这死亡古城突然现实,吸引了无数大能的目光,甚至有无上存在降临,击杀了这里的守护者。 我们特意来这边操作热闹。 无上存在? 夜晨目光闪动,老者的实力很强,一般人也根本不可能杀死他。 只是为什么会有无上存在出手对付老者呢? 嗯,那位存在浑身笼罩在光辉之中,我们根本看不清样貌。 不过一出手便是寂灭星空,破杀还宇的无敌手段,简直能把人活活吓死。 被称为华丰的青山男子,文言忍不住开口说道,语气有些许激动。 那位存在降临之后,似乎和守护者说了什么,之后爆发战斗,守护者被一枪刺死,无上存在也就离开了。 华丰接着说道,言语之间有些好奇,他也不清楚那位无上存在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原来如此。 君墨文言微微寒手,算是搞清楚了一些事。 华丰似乎看出夜晨三人也是刚刚到此不久,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还不如他们知道得多,也就没有询问的意思。 和君墨客气辞别,带着同伴离开了。 华丰走后,夜晨和遮天摩地以及君墨对视了一眼,目光都有些深邃。 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,但是在九死之境中他们的遭遇也不简单,有仓墓巨人虚影的复苏,甚至还有含冤之尊和神秘存在出手,简直让整个九死之境震荡。 也不知道死亡古城爆发大战和这些事情有没有关联。 不过不论如何,这个地方也没有停留的必要了,夜晨和遮天摩地都还有事,准备离去。 而君墨文言却是想要与夜晨二人接着同行,他身为血尊后辈,血尊却想害死他,这让他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。 不然血尊察觉到他没死,他必然要遭遇更可怕的危机。 对此,夜晨倒是没有什么意见。 虽然夜路尔找到了,也基本可以确定夜路尔不会遇到危险,但是夜晨还要再找寻夏若雪,有君墨同行也不错。 随后,夜晨三人便准备离开这里,只是还没等夜晨三人动身,便又有树道气息恢弘的声音从三人头顶掠过。 这些人都是补天境的存在,虽然域外的强者数无胜数,但是在这里突然出现这么多补天境,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 死亡古城爆发大战,彻底被毁,如今又有这么多强者出现,让夜晨也不由地生起了一抹好奇心。 不如,我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夜晨目光闪动开口说道, 好。 君墨文言顿时点点头,眼中闪过一抹兴奋,他本就是好奇心重,喜欢探索未知的人,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想去一探究竟。 至于遮天磨地也是微微寒手,对此也有些兴趣。 随后,夜晨三人便飞升而起,刚刚离开死亡古城,他们便看到死亡峡谷、死魔山都被人打得破败不堪。 原本绵延无尽,深邃浩荡的死亡峡谷,此刻都是坍塌陷落,死气完全消弥,彻底成了一片废墟。 至于高耸入云的死魔山,此刻更是直接被狂暴的战斗所波及倾倒,一切看上去都震撼心神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? 夜晨脸色渐渐凝重,眼前的一幕幕表明这一场战斗有多么可怕。 更何况,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不知多少位补天镜的修士,一个个气息狂暴恢弘,仿佛在这里搜寻着什么。 此刻,又是三道补天镜的身影从天际飞来,只是这一次这三人在夜晨等人面前停下了。 诶,君墨少爷! 三人中为首的是一位花白头发,样貌却十分年轻的少年,看着君墨忍不住诧异地叫道。 周妖雄! 君墨看到对方客气地抱拳道。 没想到连君墨少爷也来这里凑热闹了,不知你们见没见到他们说的那位女子啊。 周妖花白头发随着鸿蒙之气地流转而摆动着,看着君墨露出了热络的笑容。 女子? 夜晨三人闻言都有些惊讶,难道这里发生的一切,这可怕的毁灭一切的战斗竟然是因为一个女子? 对呀,九死之境现世之后,爆发了可怕的战斗,有无数人前来围观。 其中有人发现一位女子拥有着大秘密,因此他们都想拿下那女子探清秘密,不过那女子的隐匿能力倒是不错,轻松逃脱了。 如今这里的人都是在找寻那名神秘女子。 周妖说吧,看向夜晨三人,不知你们见到她没有。 那名女子长什么样子啊? 夜晨心中微动,一路上她们倒是遇到了不少补天境的修士,其中女子也有,不过应该都并非周妖口中之人。 闻言周妖摇摇头开口说道,我也不清楚那女子长什么样子。 我知道,这时又是树到气势辉红的补天境前来。 其中一位方块脸,面容冷力无比,陡然从袖中取出一幅画像,在众人面前展开。 你们可曾见过这名女子? 没见过。 君墨见状,眉头皱了皱,画上的女子气质绝佳,虽然戴着面纱,但却隐约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绝世质感。 想必,面纱之后,定是一张绝美的面容。 只是此刻君墨却没有注意到,夜晨和遮天摩地看到画像上的人之后,却是脸色微变,不由得对视一眼。 是她? 夜晨此刻心中震动,画像上的人并非别人,正是那位屡次出手相助救过自己的神秘面纱女子。 此刻,遮天摩地和夜晨的内心都古怪起来。 根据一路上遇到的人所描述来看,这位神秘女子显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 夜晨受过神秘女子的恩情,对方如今遇险,她当然想要帮助,不过目前局势太过险峻,不知多少补天镜修士参与到这件事中,掺和进来恐怕危险万分。 而在这时,方块脸男人看到夜晨一众都没有见过面纱上的女子,不由得失望地摇摇头。 正准备告辞,方块脸男人的同伴却突然面露兴奋之色,拿出一张光芒闪烁的传讯符一把丢给方块脸,同时大声嚷道。 云绍,那娘们找到了,在东边。 东边?方块脸云绍,剑撞一把接住传讯符,随即目光闪动地看了一眼,下一刻收起传讯符,直接报射而出。 攻略 輪吉住 再次准备 勇